平安心講 我跟佩妮並沒有很多私下的接觸 所以我不曾知道 作為一個單純的女人 的佩妮是什麼樣子 我對她的了解都是從音樂上來 如果說這個行業有幾個 我一直在默默觀察關注的音樂人 佩妮應該是排名第一的 嚴格的來講我認為 她沒有那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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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對她來講是一個好事 因為這個行業是一個怪獸 這個行業隨時把任何自稱有天分的人 榨乾然後把她一叫去開 所以我覺得 我認為佩妮是聰明的女孩 在音樂上 她總是學習著然後養著自己 她比同代的 其實她是很很Edgy 很有一些很比較Sharp的部分 特別是在我看 其實印證我剛才所說的 就這個行業是一個怪獸 會把人榨乾然後一腳踢開的這個 本質當中 我們看到很多後來就乏力 再無心意或是重複自己的 當然這樣講也是比較嚴苛的 可是佩妮是我 對於她越來越老以後的作品 仍然是有期待 我覺得她年紀越大 她出來的東西會更好 偶爾會在她幾張專輯當中 偶爾會聽到 有時候急了一點 不過 我當時覺得佩妮作為一個 女性的音樂人 她不太撒嬌就是了 我們知道這一點大家能不能感受 就是佩妮不太從自己是一個女性的角度 去占這個便宜 所以我喜歡她這個態度 雖然她是一個女性的音樂人 但是她沒有用這個好處 然後佩妮我覺得從她的出生 她的養成 她是海外歌手當中使用中文能力是強的 以我所瞭解的幾位星馬的這個 創作人來講 這也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或是有沒有感受 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這一方面當然是她的心田 她的聪明 就是她必須不斷地去精進 去掌握中文的魅力 然後呢 試著把自己想講的東西講得更清楚 所以她現在才去小巨蛋開演唱會這個事情 我認為適合適 你就用自己的 pace 自己的速度 自己的這個律動 在行業裡面去走自己的路 然後小巨蛋其實也沒怎樣 有很多阿薩布露也在那邊開了很多場 所以你不講 並不代表在小巨蛋就怎麼樣 可是我很希望 我 Enjoy the evening 然後 不要對自己太 嚴厲 結果我在你的音樂裡面會聽到 有時候會太容易 被揚完 對 對 這是我 我記得有一天我聽了哪張專輯 這樣子 那應該是兩年前 兩三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在家聽 這樣 聽完我還發了一個短信給你說 佩妮我很喜歡 非常喜歡這張專輯 結果你沒有回我 這樣 所以我非常失落 這樣 因為我很少坐假的事 這樣 不過後來我知道你的電話號碼是錯的 那我才沒有打號碼 所以 反正你就請你把你的電話號碼 再跟我update一次 我隨時會把我 對你的期望 對你的喜歡 告訴你 我想再講一次 我想再講一次 他有時間成熟 他也沒有被這個行業勾引 到不顧一切的 想要得到 馬上得到什麼 所以我對佩妮的音樂商家是有很多期望的 這一點也拿來提醒我自己 這樣子 對於音樂人來講 對於音樂人來講 製作的音樂 表如無疑 表如無疑 我也知道 你剛剛在法國 玩了一趟很不錯的音樂 算你很厲害 就是看到年輕的音樂人 還這麼努力的追求 尋找 學習 也給我這樣子的 算是前一輩的音樂人 很多的感動跟啟發 所以希望有機會 能夠在跟你在音樂上 有交流 有合作 祝你在小巨蛋玩得開心 就這樣 謝謝